大家好 我是曉筠 每次要做這種 快速出門的主題 我都覺得說還好沒有發我來 因為我的動作很慢 但是今天我們有一位 新手媽媽很不可思議 她跟我自告奮勇 報名說她從起床到出門 只要10到20分鐘 可以睡到最後一刻 還可以每每出門 到底有沒有這麼不可思議呢 我們歡迎她 芳筠 就是我 對 妳講這種主題一定要發我 因為我們獅子座就是 今天我來挑戰20分鐘 我告訴大家 15分鐘 10分鐘我覺得我搞不好 就可以搞定 而且是通告妝 通告妝 通告服 通告法嗎 對 沒錯 怎麼可能 我不相信 走... 我們去妳房間 10分鐘妝法好挑戰計時 開始 上妝前需要先保養 妳要保養 我就跟妳講 我就會用油 就一瓶油 其實什麼都不用再擦 我覺得七天粉餅的發明 真的是對我們 道歐 對啊 對我們這個急性責人來說 真的是太方便了 已經過了1分18秒囉 放心 我的眉毛其實還蠻黑的 所以就是我就會把顏色補起來 就是讓它均勻一點 其實就好了 所以我畫眉毛也很快 哪有啦 然後再來是眼妝 眼妝就很簡單 妳幫妳很奇蹺 我從來沒有見過眼影的鐵片 真的還假的 因為都用不完啊 對啊 我就是都要把舊的 用到完完全全 對 現在就好了 我覺得整個妝最麻煩就是睫毛 對 但身為一個媽媽 妳還有時間刷睫毛 而且不能 好 就是通告妝一定要有變身 不然會被其他女藝人比下去 妳是說像林立文嗎 或者是Lidia 再來腮紅啦 我是一定要有腮紅 大手亂揮 最後就是剩唇妝囉 其實你看我用這個膚色 然後又用點的 其實畫不好也不會看得出來 所以就可以快速出文啦 媽媽的心機 妳現在是6分35秒 妳還有機會一眼 妳要不要換衣服 換衣服 我要換衣服 好 你們都問一下我換衣服 好 到10分鐘之前 她其實只剩3分半 我就不信她換的好衣服 跟弄的好頭髮 我們就來看好戲好了 李小姐妳好了沒啊 我都好了 妳換衣服 換了1分半喔 太小了 好了... 好了 好了... 背這麼多 現在剩多少 8分鐘了 8分鐘可以 我還有2分鐘 我還要2分鐘吹頭髮 交給我 不要這樣 3 2 1 知道了 乾了 妳要不要給大家檢查一下 後面全都是濕的 好棒喔 我覺得妳這個前面是濕王 後面是濕婆的狀態 也不是很理想 還是教給老師來幫妳解決好了 好 老師 等我 好 辛苦喔 怎麼那麼辛苦 媽媽來 媽媽 媽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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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跟妳講 我講得很累喔 我講得很累喔 媽媽好累喔 我真的好累喔 因為妳知道我們每天晚上 都要起來擠奶 沒錯 然後睡眠不足 然後又來我家拍 然後妳知道當天來我家的時候 我家又在整修 妳又不能再被她的時候 比較快一點… 吃比較快一點… 失敗一點… 對 然後妳一邊 比較快一點… 然後一邊就是趕快化 對啊 心痛嗎 妳說真的很辛苦 她最在乎的就是她的頭髮 怎麼可能三分鐘吹得乾 對 妳不要做造型 光吹乾 光吹乾我覺得就很難 有一個有可能 什麼 剪瓶頭 沒有啦 剪瓶頭 沒有 搶救她一下 好 那我們就請芳瑜 這個新手媽媽要給她一點點福利 好帥喔 好帥喔 給她一點點福利 好 那順便再給她一點點 正確的吹頭髮的嘗試 好 我剛剛看了影片 其實芳瑜在吹頭髮的時候 第一個 妳的吹風機可能 只有溫度沒有風 有啊 有嗎 老師妳沒看到整個就是 我只看到妳的手動作很快 對... 那其實那個不夠優雅 其實妳的風速夠大 而且有一些吹風機會越吹越熱 所以喔 那個超燙的啊 妳看妳不是風超大 是超燙啊 對喔 所以妳那個是 溫度不等於風速 不... 那個不是烤箱耶 不要看不起烤箱 烤箱還可以控溫呢 對啊 所以妳那個可能沒有辦法控溫喔 不能控溫 而且老師妳知道我為什麼 手要一直這樣嗎 因為我如果不要這樣 妳懂它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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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妳的手很燙 就是... 所以因為妳這樣 會啊 那個頭皮很燙 所以我會一直這樣這樣這樣 那我今天就給妳一個福利 就是我用了很久了 那現在 在全球營很多人都會使用它 而且它用起來 不管是外觀還是它本身的設計 其實都很完美 我就用它來伺候妳 好高檔喔 謝謝老師 尤其是妳一直想要趕快回到時尚 對 我就先用個時尚的來伺候妳 對 它的氣流非常大 它的風速有三段 溫度有60 80 100 那我用100 那我們剛濕的時候 就是最初最濕的時候 要用最高的溫度100 對 沒有問題 因為它有每秒20次的恆溫的側溫 所以它是非常智慧 而且妳不用擔心頭髮會受損 就是它的每分鐘是11萬轉 是妳的 是妳剛剛用吹風機的三倍 真的喔 所以應該很快 所以我希望我待會可以 很優雅的吹完 我不要像妳這樣子 好不好 好 來 我們來吹整頭髮囉 吹乾頭髮的時候 其實不用像芳語這麼忙 其實妳就可以拿起來這樣吹整 就可以了 對 妳只要把手拎起來 妳只要妳拿很遠 對 很優雅的手 這樣來來回回 這樣動就可以了 妳看它吹整完頭皮都乾了 好快喔 好優雅喔 是不是 好乾淨喔 對 已經快要半乾了 好正喔 而且頭髮很順 很舒服耶 很舒服嗎 妳要把吹頭髮 當成是一種保養喔 吹乾頭髮喔 妳有發現我在這個吹風機上面 沒有加任何的吹嘴是圓的 對 這個是風機 那這個吹風機的特別地方就是 它這樣子的裝置 風機是最強的 而且吹出來的風是圓的 我買的那個裡頭 有幾個吹嘴 它有什麼功能 吹嘴可以 你在吹不同樣的頭髮造型的時候 它可以幫妳把風集中 透過這個的造型 那這要吹什麼造型 待會兒我們會用到 吹髮尾的時候 或是妳要吹亮的時候 它可以幫妳把風變成是扁的 集中在妳想要吹整的位置 還有就是妳透過妳的手 把頭髮撩起來 其實比妳手進去撥頭髮 這樣子的動作 來得更不會讓頭髮受損 因為有時候妳在撥動頭髮的時候 其實很容易會卡頭髮 其實反而會拉... 妳會把頭髮扯斷 其實只要把頭髮拎起來 這樣子吹整 其實它放下來 它其實頭髮就是膨著了 會不會燙 很舒服 舒服 很舒服 太嚴重了 好舒服 我想分享一下 就是我女兒以前 很不喜歡吹頭髮 但是我用了這支之後 我女兒就是都會 乖乖的讓我吹頭髮 對 而且大概40秒 我女兒的頭髮就下面 就很寬 吹風機還是聲音真的很舒服 對 好澎喔 真的好澎喔 而且感覺這樣就好好看 對 好 我們從這邊開始 藉由一點點小工具 來幫芳妤把頭髮的最後的整理 整理完成 大部分我們平常在家裡 吹整頭髮除了吹風機 你把它做完之後 你到了尾端的時候 你可以用梳子稍微戴一下 讓你的頭髮的光澤會更高 加上溫度100 風速3 直接必須的從上面把它戴下來 好順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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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啊 變亮了 好亮喔 好 這樣的直角吹或是這樣的吹 其實是比較容易 比較不會有頭髮會揚起的 所以你在這個地方吹 一定是揚起的 所以你要在頭髮生長方向 一定要從上依序的 跟著你的梳子的方向 依序的往下走 跟著毛鱗 對 跟著毛鱗 如果你要做一個穩定的移動 下來就可以了 那在家裡就變得很 就差很多了 對 兩邊就差很多了 有吹亮跟沒有吹亮 對 這很簡單 其實這個不用梳子 用手其實也是可以完成的 OK 了解了 OK